苏英杰和李伟玲夫妇 是本地少见的全职运动员 今年将代表皮划艇队出征亚运 四年前 伟玲为了全心投入皮划艇的训练 而辞掉了公务员的工作 一边做工一边划船很累 因为每天我需要大概五点起来来训练 然后我会继续 八点半就要开始做工 到六点下班的时候 我就回来六点半继续训练 结果八点才能到家休息 所以这样子长年累月下去 我就越来越累 很难划出好的成绩 可是在2014年的时候 新加坡政府就开始给我们体育奖学金 所以我看到有这个机会 可以做全职运动员 就决定签下合约 然后放弃我LTA这份 铁饭碗工作 不过她的决定遭到家人和朋友的质疑 当我跟周围的人说我是全职运动员的时候 他们从事给我很惊讶的眼光来问 我什么时候开始要工作 他们经常好像都以为我是 那是个课外活动 是个不正经的事业 然后即使就连我的父母也经常觉得 我在家 如果我在家休息的时候 他们经常觉得 好像很空闲 什么时候开始去找工作 可是渐渐的他们就发现 这就是我的事业 我真的是一个full time athlete 在家休息 这就是我的 这就是我的job 我不是在玩的 伟林的奖学金 由新加坡体育学院赞助 一个月是几千元 除非能够争取到世界第八 或更好的排名 否则数目维持不变 她的丈夫刚从大学毕业 目前也是靠体育奖学金 维持运动生涯 小两口早前也申请了预购组屋 刚刚拿到钥匙 目前我们的scholarship收入 是还OK的 而且我买的是BTO 所以能力上是应付得来 但是这个押运会后 我就会退休了 因为我已经不是很年轻了 所以而且我也想找一份 其他的工作 可以给我有CPF 因为现在这个scholarship 是没有包含CPF的 其实我已经有另外一个奖学金 这是学业上的奖学金 我已经跟一个公司 有一个BON 我这次到亚运会 所以以后可能会要开始工作了 运动员满怀梦想 但是生活却有实际的考量 而在新加坡 能够成为顶尖运动员的人 少之又少 蔡佳兄弟虽然也想全心投入于柔树 但是他们说 影响跟现实还是有差距 在新加坡要做一个全职人运动员 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并不容易 精神上得到的那个资助 更更影响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也有一些运动员 把工作和体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林祝林原本是上班族 后来加入男朋友的基建俱乐部当指导员 祝林说 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他选择的是属于自己的道路 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一定需要当一个医生 或者当一个律师才算成功 我自己觉得我追求我的梦想 能有这个opportunity来代表新加坡 追求基建 我觉得这方面已经算 我觉得有满足感 就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样已经算很成功了 对因为我能追求我的梦想 当时也能就是在俱乐部帮忙 发扬就是基建这个运动给小孩子 运动员在追求梦想时 都希望得到足够的支持 不过柔术选手连天恩 在平衡学业和柔术时 碰到不少困难 我感觉像专业 首先是我的支持 我需要 去成功专业和赌兰 因为我就是那种人 我希望能够成功专业 但我没有够成功专业 如果我没有够成功专业 所以现在 我感觉到一些教育 都不明白 我希望新加坡能够注重运动这一方面 这些年来 从包装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新举的运动员有不错的表现 我希望这一方面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资助 来发展他们的潜能 为我们新加坡增工 在资助一方面 我的想法就是说 除了经济上的资助 要有一个很良好的培训环境 而且要提供他们一个所谓国际的训练平台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更多精彩视频 请到channel8news.sg观赏 下载ToggleApp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